對於年底要參加總統大選 禁足的三組 昨天中選會已經說了 三組資格都符合 你不要再多想了 好 那都沒有國際問題 接下來今天公布了三組候選人 所有的包括他們的財產申報 你一定會很好奇 能夠三組選中他們國的總統 你知道光去參選 要拿個一千五百萬 不管是各政黨出啦不管 但每個人的身家到底是怎麼樣 好 今天財產申報出來 包括賴靖德跟蕭敏成這一組 賴清德台南土地建物 一輛TOYOTA汽車存款兩百一十五萬 十三筆儲蓄型的保單 房貸一千三百八六萬 湘北勤 新北市的土地七筆建物 一輛TOYOTA跟一輛國內汽車 存款一千五百四十七萬 然後基金收益憑證 總價額兩百七十三萬 然後五張保單 房貸一百六九 侯友宜 台北市嘉義縣兩筆土地 三筆建物 存款三千九百五十八萬 然後債券四百零三萬 儲蓄型的壽險三筆 趙紹康 台北市 新北市三筆土地 十二筆建物 存款七千九百七十三萬 然後股票總價值大概三千三百四十二萬 另外有房貸四千多萬 柯文哲跟吳馨這組 柯文哲 台北新竹 澎湖 九筆土地 六筆建物 存款兩千四百六十四萬 基金收益憑證總價九十五萬 七筆儲蓄型壽險 吳馨馨 你對吳馨馨星光你一定覺得很好奇 大家都在猜 如果是星光什麼什麼 OK 吳馨馨一筆新北市土地 一筆英國的房產 一輛mini cooper 存款兩百五十萬 然後有價證券總價額三千六百七十一萬 一套價值八百萬的藍寶石珠寶 兩張保單 債務九百九十二萬 所有的財產申報都出來 但你這個申報出來 林俊 吳馨馨申報 他的鼻子老公不在那裡頭 沒有 不在那裡頭 可能要申報不是嗎 對 應該要 那怎麼辦 就再補 如果沒有誠實申報 基本上我們就是罰錢 就是罰錢了事 這是因為當初藍白破 大家都在倉促 所以沒有想到說要把老公的財產 因為他有報他的英國房產 所以他知道國外財產是要申報 但他老公這沒有擺進去 這裡面比較受矚目的 我們要拿幾項 趙河康其實他有講說 他是為了我們打為了侯友宜 然後等於是赴湯蹈火 要不然他說他日子可以過得很好 你從這來看 是啊 他日子本來是可以過得很好的 存款七千九百多萬 然後股票總值還有三千多萬 雖然房貸有四千多萬 我先講吳馨營的那一個 因為大家很好奇 甚至有人講說 你這是這個漏報財產 我們選罰法當然是有規定 就是說你財產部分必須要申報 但我看到今天有民進黨立委講說 因為他報的時間 非常的這個倉促 所以而且再來就是說 說實話財產申報真的需要時間 去準備 誰會知道我現在名下有多少 誰會知道我三個小時以後 會變成副總統搭到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就立刻引發討論 因為申報的時間點 是他們可以選的 你剛剛提到說吳馨營 因為吳馨營的說法是24號 早上登記前的三個小時 他才被告知 可是你知道嗎 吳馨營的自己選擇財產申報的登記 時間是十一月二十二號 所以他的時間是比較早啊 你的眉頭一皺就知道問題 好像不太對對不對 因為是二十四號 禮拜五最後一天 對啊 如果三個小時以前知道 他應該是二十四號 那也要離二十四號 結果沒有 他二十二號的時候 就已經生計申請這個財產申報 當然按照民眾黨這個黨主席兼總統參選候選人 叫柯文哲說法說 他們原先有選定四組的這個參選人 但我剛剛就講就是說 因為小弟也有一陣子 也有一次這個這個去選舉 你也要財產申報 也要財產申報 說真的像我這個 一輩子都存不到這麼多錢 我都要花個兩三天的時間 因為你要去找嘛 包含到你的保單有什麼 誰沒事會報在身上 你知道我的保單是多少錢 沒有人這麼厲害 所以你有沒有掀起準備的時間 這個第一個就被人家討論說 那難道你是當天才真的確定的嗎 這第一個 包含趙少康 趙少康也被問到 因為他是十一月二十三號的時候 他選定作為這個登記日啊 那所以是不是有提前就已經被告證 因為侯友一直都說 他等到破局的時候 他等到最後一天 破局是二十三號的下午嘛 就是那個軍曰完了之後 當然晚上嘛 那也不太可能晚上申報啊 但比較有趣的是 趙少康的那個存款啊 因為我今天剛好在跟他在友台 一個節目有遇到你知道嗎 那我們就很好奇啊 說你怎麼存款這麼多 大家就知道 那他第一個講說 因為他這幾年沒從政 第一個要賺錢 第二個他說 為什麼有這麼多現金你知道嗎 他說你看 他說你看我那個房貸 其實也不少 但為什麼留現金 因為他當時曾經想要選過總統 他說想要選總統 要有一些錢在身上你知道嗎 那還有包含到土地建物的這件事情 很多人其實真的不知道 像那個趙少康他有喊他說 欸你們講說什麼 我什麼土地建物多少比多少比你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比如說 有些房子啊 有些地啊 他可能那個地號上面可能會分嘛 那你如果分兩個就是兩個 兩筆就是兩筆 其實你可能就是一個而已 就你就一個房子 可是他地號是兩筆 他可能地號是兩筆或三筆 那個沒有關係 但重點是大家發現到 他的財力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驚人 所以其實以這一次 這個財產申報來講 我真的必須講 就是說這個 如果要以財產 才能夠作為選總統的這個 作為選總統的這個依據 我想我們在座裡面 我不敢講說都沒資格 但像我們很多人 可會覺得說 這樣才有錢 但更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辦法 就是教大家也能賺錢 能夠存錢 我覺得可能對這些總統參選人 或副總統參選人來講 那也會是一個挑戰 人群剛剛講的最後那一段 將軍 所以記得嗎 趙康剛那時候講說 他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買了 秦美的兩個公寓 對對對 然後他就講說 那當然他就講說希望 他也希望能夠告訴大家 怎麼樣能夠賺錢 怎麼樣能夠做這些 財產申報出來 當然你說各位 你不要單純講一個數字 就覺得說這些人 你怎麼可以有那麼有錢 人家每一個要不就是醫生 要不就是 你說像趙康剛他年輕的時候 就是外商公司當經理 或什麼這些 所以他累積了這些 可是你看這個數字 還是會覺得眼睛為之一亮 當包括你說他的房子 包括很多的這些 像王一川最近不是一直抓著他 哎呀還叫還故意酸他 叫他趙爺爺說什麼 趕快告訴我們怎麼買中廣 瑞雲現在一直在打他 要抓這一塊的東西 趙康剛就跟你講說 這些都老掉牙 都查了八百次了 你們為什麼還要 這部分會引起什麼樣一些反應 我當然因為趙少康先生的理財 以我們這個外省人來講 厲害真的是理財有數 看到趙少康先生 真的覺得我們真的是不太長進了 真的差很多 當時我為了這個事 我還會去問我母親 求證景美在趙少康二十幾歲的時候 一瓶的確是兩萬多 的確因為我家 我家就在景美區 就在文山區以前叫景美 我媽媽買那個房子 一瓶就是兩萬多 對那是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的事情 那時候我念 我念國小大概二年級吧 是那個時候的確是兩萬多 可是呢 我媽媽告訴我 從那時候開始買了以後 每年翻倍漲 每年翻倍漲 到了我二十歲的時候 一瓶已經變成二十七萬 那真的是有那個時機點 所以你家趙少康 就是在那個時機點 投資精準買了兩間公寓 然後翻倍賣 那個每年翻倍喔 今年買兩萬 明年變四萬 後年變八萬 就是這樣翻 所以說趙少康就伸對時間了嘛 而且那可是呢 厲害的是 在民國六十幾年那個時候 他就有辦法能夠買兩間 那利息很高喔 那時候利息是很高的時候 他有這個自備寬 那時候的利息非常高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會有18% 對18%是因為一般民間的利息 就差不多 大概你房貸利息 那時候算一算 可能10%都有可能 超過超過 對所以我說 趙少康在那個時候 他有能力扛下這麼高的房貸 他表示他當時的收入不差 收入不差 他沒有享樂 又去買了房產 所以他現在有錢沒話講 時間到了能力夠了 投資精準 這是趙少康 所以說很多年輕人 現在希望趙少康先生 開一個理財講座 來教大家 我覺得如果趙少康董事長 開理財講座 遠遠比政見多的 聽的人多 那如何能夠這麼精準 雖然說我們沒有辦法回到當年 景美區兩萬塊一瓶那個時候 可是現在一瓶 景美一瓶大概要七十萬到八十萬 現在的市價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有一個十瓶的房子 在那邊 也是我二十幾歲的時候買的 那現在還在那 我從從我身到現在 我買房子都沒賣過 因為我都是用來自己住 都用來自己住 那臺北的房子 現在就是孝敬我媽媽的租金 就是如此 所以說現在要如何交年輕人 從一瓶七十萬的房子 能夠從中獲利 我覺得趙先生 你可能也不好交啊 因為你也沒有想過 今天的房價會變成這樣啊 他不講他要提 石破天津的居住陣營 對對對 就是把他打回兩萬塊一瓶 如果可以把集美區的房子 打回兩萬塊一瓶 所有的年輕人都有興趣 我說實話 回不去了 當然回不去了 你要把房價能凍結都不容易 何況打回兩萬塊 現在七十萬喔 回到兩萬塊 不可能 誰如果有這個本事 誰就做總統了 所以我認為 應該是沒有人可以這樣做 可是對於趙浩康 做於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或者成功的一個董事長 你要傳授年輕人 這點我相信他願意聽 可是呢 造成了年輕人 其實絕大多數 不是想學你如何投資 是那種所謂的被剝削感 為什麼 都是你們 讓我們買不起房子 如果你們這些人 當時不要讓房價每年翻一倍 我們不就買得起房子了嗎 這台北市的房價不像話 不合理 都是被你們吵的 趙浩康說沒有啊 我只是 我只是跟著趨勢走而已啊 可是呢 你不要講嘛 這有被剝奪感 年輕人會恨 所以我才說 趙浩康這一次的這個 所謂的房價 這個叫教室 或者是這個理財教室 我覺得得到年輕人是反感 那但是我覺得他也很厲害 他馬上就開始慢慢說了 來打另外一邊了 所以我才說年輕人對於房價 對於低薪 不管是誰執政都有意見 所以為什麼柯文哲可以拿到這麼高的年輕人支持度 都罵 柯文哲都罵 因為沒執政過嘛 他只當過台北市市長 台北市長跟低薪好像關係比較小 他都罵 藍綠都罵 所以他才講啊 那個民進黨執政無能 讓高房價低收入 造成天怒人怨 他罵 那國民黨呢 國民黨也執政過 一樣也不是好東西 所以他兩個都罵 年輕人會支持他 可是呢你發現一件事 當柯文哲參選決心疲弱的時候 年輕人開始觀察 你玩假的啊 你罵爽的啊 對不對 你罵得這麼開心 讓我們聽得這麼過癮 讓我們聽得都沸騰了 最後你你你參選決心很低 你當選不了我支持你幹什麼 這是柯文哲到現在為止 他的民調雪崩式跌落 最大的原因在這 可是呢 還有一群人跟著他 這群人將會成為柯文哲 左右藍綠勝負的關鍵